中心教授教育關 這次教育區議會出合在當中 在市場基本第八回的打蚵仔比賽 有300多人來參賽 有參賽者大概3秒就打一顆蚵仔 速度驚人 現場主持人在今年被蚵仔布名 臨所坐競爭結列 想要拿到冠軍 好參想是一個拼世界杯 李副館長還有方便 也有到四百 因為當初青蘇 很多參賽者都準備到 露中指頭八蚵仔的技巧 當過方便八戒經出蚵仔後 現場立即 向起環保江山 當初蚵仔非常出名 是蚵仔的國鄉 我們在外海裡面 蚵仔平都有萬多公斤 我們的生產量非常大 總共有八千多公斤 因此我們每一年 來創造到我們的經濟利益 總共有十五億 今天頭過我們的打蚵仔 農總五組來比賽 包括就是柯男柯女 十包十五的 還有五齡組 還有新住民 還有小孩子組 所以透過我們的三項的文化 來把我們的金庫的選定 放下去 透過八蚵仔 來展示就是 我們自己生產 吃出來的這些好東西 而且它的營養非常好 它是海中的骨鈴 它有非常好的鈣質 也有芯 還有非常多的維他命 還有微量元素 對十五人 對十五人來說都非常好 尤其這個芯 非常能夠照顧男人 所以營養的 這個價值非常高 非常歡迎大家 我們可以來當舊出頭 甚至來吃到 我們非常新鮮 還要有營養 沒有娛樂的這些蚵仔 八蚵仔是當舊文化特色 區議會理事長的鐵門標示 都向當舊機民 衛西漢就接受蚵仔 吃蚵仔 白蚵仔 白蚵仔海鮮是地坑地散 基本比賽 不是提供地坑地散 也是文化團形 尤其看到每年 都有很多年輕人 以及後方做的小朋友 作為參賽 代表當舊白蚵仔文化 七色團形 最近新聞 鍾萊馨 當主票 蔡孔播等